火影中团藏不仅是火影助理,更是木叶的元老高层 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跟组织 任何木叶大小事物都要团藏过木,所以团藏的地位极高 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团藏开始黑化 团藏黑化的标志就是团藏缠上绷带 事实上团藏成为木叶高层之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,开始就缠上了绷带 那么它为什么要缠绷带呢? 首先是隐藏某些能力 团藏曾经和大蛇丸有过勾结 而大蛇丸是技术方面的专家 因此极有可能大蛇丸帮助团 藏在其身上移植了某些特殊能力 团藏为了演员耳目,不得不缠上绷带伪装 之前就出现过,与之国一族族人失踪的事件 或许这也是团藏的手笔 只是团藏突然发现纸水的血轮眼更好 所以抢夺纸水血轮眼按到自己右眼 然后是受了重伤 团藏不仅是木叶的强硬派,也是好战分子 所以在村子内外的仇敌也不少 暗杀,齐熙这些事件相信团藏也是遇到了不少 因此受伤也是团藏的常态 绷带就是团藏接受治疗的表现